《词徒行传》 《词徒行传》 中文字《词徒行传》 《词徒行传》 雅各 彼得 约翰 希巴勒书的作者 启恃录 克上 也再没有看到圣灵就降临在某人身上 这是咎尤的专用名词 因为咎尤上帝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就表示有特殊的任务 或者有特别的信息 是神托付他传下 在历史中间被记录下来 成为圣经或者做一些的事 是没有神的灵 就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那这些特用的名词 竟然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 施洗约翰就说了耶稣是用圣灵给人施洗的 路加福音第三章就引用了 就用中间先知特用的这个名词 提到了耶和华的灵 上帝的灵在旷野降在约翰的身上 所以连传讲圣灵信息的人 本身要靠着圣灵高摩他才能讲得清楚 而今天撒旦就用那一些不明白圣灵论的人 来对许多的教会讲他们才懂圣灵 结果就这样 从第一个骨排效应的第一排先倒了 整个教会就跟着倒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 在神论上有错误的就是义邦的宗教 在基督论上有错误的就是义端的教会 在圣灵上的教训有错误的就没有可能解经解得完美 这是定律 所以所有的多神论或者都神论 却不是三一都神论 或者独一三位各的论 三位一体独一神论的都是义教 反是在保罗的旧书论中间 把基督高举起来 用他的施加解释神救恩的就是义端 所以义教在神论上有差处 义端在基督论上有差处 那些极端的教会就在圣灵论上有差处 那你这三把钥匙抓得紧紧的 你就会走归正的道路 你就不会随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后